Hello, boys and girls, welcome to our English class taller, tall, taller,对不对,高,更高的 加一二变成更高的 那么我看了第三个 old, older,老,更年老的 加一二 下面呢,爽,矮 更矮的呢,shutter,也是加一二 好,young和younger都是加一二,对不对 好,我们这一版的单词 基本上就是说的我们比较急的 一个最普通,最常见的一个变法 直接在我们的单词后面 加一二,对了 好,我们看到第二版 这个地方就有点不一样了 什么地方不一样呢 heavy,变成havier,对不对 好,前一次课 老师有讲到一个funny 阅读题里面有讲到一个funnyer 记不记得 老师就说过这个havier 变法是一样的,改y为i 再加一二,对不对 改y为i再加一二 就变成了havier 好,看到下面这一个 又不一样了 这是干什么了 这是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 把我们的m双写了 双写辅音字母再加一二 什么样的情况双写辅音字母呢 如果说是一个原音加辅音结尾 我们就把这个辅音字母双写再加一二 好,这个是两种情况 一个是改y为i再加一二 第一种呢,双写辅音字母加一二 好,我们现在这个long longer 长,更长的 又是我们的最普通的这个变化形式 small, smaller 也是最普通的变化形式 对不对 好,这个是我们的比较词的变化 有三种 第一种,直接在单词后面加一二 第二种呢 嗯,把我们的y改成i再加一二 好,第三种 第三种就是涉及到我们的原音和辅音 好,既然讲到了原音了 这个地方又来说一下 有哪五个原因 a,e,i,o,u 五个原因,对不对 好,这五个原因啊 一定要记住 a,e,i,o,u 再加一面多练习一下 a,e,i,o,u 除了这五个原因之外 其他的都是辅音 所以说英语的单词啊 分为原音和辅音 原因五个a,i,o,u 其他的都是辅音 好,我们如果说看到了一个原因 加上一个辅音 那么我们如果要把它改成比较级 或者说以后我们甚至学了 会学到最高级啊 最高级那就是加一 est加est的最高级 也是同样的变法 好,那我们就是要把最后末尾的那个辅音字母怎么样 双写辅音字母再加一二 好,这个就是我们比较起的三种变法 好了,那么复习完我们的单词之后呢 下面 好,我们看到这个 last review 我们来复习,复习什么呢 复习我们本单元的这些重点的一些句型 还有语法 好,我们看到这个单元呢 出现了很多的问句 关于你的问多高,问多重 对不对 好,我们来一个一个的看啊 How tall are you? 你有多高呢? 怎么说? I'm 160 centimeters 对不对? 我有一米六 一百六十厘米 How tall? Tor How tall are you? 你有多高? 好 How heavy are you? 你有多重呢? heavy 重,对不对? How heavy are you? 你有多重啊? I'm 48 kilograms 我有四十八公斤 对不对? 我有四十八千克 千克就是公斤 说体重只能说公斤 对不对? I'm 48 kilograms 我有四十八公斤 好,这是how heavy 下面呢 How old are you? 那么在西方国家呢 嗯,不能轻易去问女孩子的年龄 对不对? 问女孩子的年龄怎么样 别人就会跟你说一句 It's a secret 这样是一个秘密 好 How old are you? 你有多大呢? 好,如果我要回答 有多大 可以说 I'm 20 years old 好,我们看到这个 years old 岁数加上years old 我们看到这个 20 十二 这个地方就表示十二年这么大 十二年这么大 我们用于岁数中间 就是十二岁 对不对? 好,所以这个地方 as非常重要 有些同学可能经常会说 别人问你 How old are you? 你可能会说 I am 10 years old I am 9 years old 其实你说会说 可是如果它放在 那个卷子上面啊 如果它放在卷子上面 让你去把这句话 把它补充完整的时候 很多同学都会把as忘记 你要知道啊 twenty 十二 这个年 它是怎么样? 它是复数 所以说后面的s 一定不能少啊 好,我们来看第四个 How big are your feet? 你的脚有多大? 你要去鞋店买鞋 别人问你 你的脚有多大 是什么呀? 问你穿多大 马的鞋子 对不对? How big? 你的鞋有多大? 你的脚有多大? 或者你的鞋子有多大? How big are your feet? Fit怎么样? 是谁的负数? Foot,我们的脚 Foot的负数 和这个fit有同样情况的 是什么呢? 对啦 和foot有同样情况的 就是我们的牙齿 choose choose 腹数 tease 对不对? 都是改lo为 一一 好 你的脚有多大? 你穿多大马的鞋子呢? I wear 我穿size 34 我穿34马的鞋子 我穿34马的鞋子 对不对? 好 我的鞋子 马数 就是这个size size 是马数的意思 wear呢? 穿 I wear a black coat 我穿了一件黑色的外套 wear 穿 或者说穿鞋子 穿衣服 都可以按 I wear size size 马数 这个地方 我穿多大马的鞋子 或者说 我的衣服的马数 是中马 size 我们可以说 what size do you what size do you wear 对不对? 你穿多大马的衣服 what size 马数 好 这个地方是我穿34马的鞋子 size 后面再加上马数 对不对? size 加马数 好 我们看第五个呢 how long are your legs how long are your arms 这个地方为什么复述 反复强调 你有几条腿 你有几条胳膊 两条胳膊 两条腿 所以是how long are your legs and the arms 后面都是加了 加了 s 对不对? 好 那么 后面有多大呢? 我们有多长呢? 76 centimeters 我有76厘米 对不对? 我的手臂 我的腿长 有76厘米 好 这个就是how long are your how long 长 多长 对不对? 好 最后第六个 那么你的房间有多大呢? 你的房间有多大? how large? 有多大? 空间有多大? how large? 对不对? 或者说how big is your room? 都可以啊 你的房间有多大呢? my room is 我的房间有20 square meters 20 square meters 20 square meters 20平方米 我的房间有20平方米 对不对? 房间有多大? 是不是说了平方米啊? 我明明说 买了房子 买了一个60平米的房子 对不对? 平米就是平方米 好 那么 这个地方square 既然讲到了square呢 老师再额外讲一个 它的意思啊 那么你们知不知道 天安门广场怎么说? 有些同学他有人说 我知道天安门square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square 就是这个单词 那么square是什么意思呢? 那个地方就是广场的意思 对不对? 那么这里呢 平方 平方的意思 square meters 就是平方米 那么 它如果作为广场 就是天安门square 天安门广场 好 这个是square的意思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本单元 第一单元里面啊 涉及到的所有的问句 好 那么既然复习了问句之后呢 下面啊 就来复习我们这一单元 学过的一些句子 其实这些句子啊 在我们之前 早之前老师讲 讲我们的语法的时候 有说过 那么这个地方 就是看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看第一个 你比我强壮 你比我强壮 哎 第一主语和第二主语 谁是第一主语 嗯 更加怎么样的那个 就是第一主语 是你强壮 我强壮啊 哎 你强壮 所以你呀 是第一主语 you放前面 you后面跟什么 哎 you后面跟are you are 强壮些 更强壮些 怎么样 you are stronger 对不对 you are stronger 后面有关键词 them you are stronger than 哎 有一个人说 我爱 哎 爱就错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主语放在后面 要用什么形式 哎 要用宾格形式 对不对 所以是 you are stronger than me 对不对 你比我要强壮些 好 你看第二个呢 第二个 你比我大两岁 大两岁 好 如果说 他比我大啊 第一主语是谁 他 好 他 he 后面必动词 is he is older 对不对 大一些 如果我单独就说 他比我大啊 后面两岁 我先不看 他比我大 he is older than me 对不对 than me 好 那么he is older than me 他既然比我大两岁 那我们这个两岁 two years 放在哪个地方 放在我们的形容词的 比较级的前面 he is two years older than me he is two years old older two years older than me 我们的这个两岁啊 大几岁 重多少斤 长多少厘米 这个都放在哪里 都放在我们的形容词的比较级的前面 好 我们看第三个 他比我强壮得多 什么什么得多 怎么样 much 用much这个词 那么我们的much放在哪里呢 跟我们的这个长几厘米啊 大多少岁一样的 放在形容词的比较级的前面 第一主语 he he 后面跟 is he is much stronger 对不对 如果说你比 他比我强壮就是 he is stronger than me 那么他比我强壮得多 要much he is much stronger than me 他比我强壮得多 好 第四个呢 他比你强壮些 并且呢 年龄大一些 出现了两个形容词的比较级 两个形容词的比较级 怎么 怎么放 这个地方老师讲了两种用法 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 我们现在看第一种 he is 第一主语是he 对不对 是他强壮 并且年龄大 所以他是第一主语 he is 强壮些 stronger stronger 好 那么连接第二个 年龄大一些 用什么词 用and来连接 he is stronger and older and older 比你 than you he is he is stronger and older than you 对不对 好 第二种是把谁 把我们的后面这个和我们的中文一样了 并且年龄大一些放在最后面 但是这个并且我们用逗号来代替 那就是 he is stronger than you 这句话 首先说一个完整的 he is stronger than you 首先说 他比你强壮些 好 那么这个地方并且用 并且用了 逗号 并且用逗号代替 年龄大些 and older 这个and 还是不能忘 有了逗号 这个地方and 还是不能忘 and older 直接 移到后面来 就是 两个形容词比较急 并在一起用的 两种说法 好 最后一个 我的腿 比你的长 我的腿 and my leg 对不对 那么我有几条腿 两条腿 那么就变成了 my legs 后面加s 那么既然是 负数 后面有什么 变动词呢 有二 那么 my legs are 长 长一些 longer my legs are longer than yours 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是省略的什么 your legs 就变成了 yours 你的腿 对不对 变成了 你的 你的腿 yours 就可以直接 代替your legs 对不对 好 这个是我们这一单元 所学过的 所有的 怎么样 语法支持的一些句子啊 好 那么今天的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结束了 别忘了去我们的 学习乐园 完成我们的课后作业 OK The class is over See you Bye bye